哥哥姐姐說故事 來聽故事囉 大家好 我是檸檬哥哥 大家好 我是水晶姐姐 檸檬哥哥 你覺得我今天漂不漂亮啊 小朋友你們看 水晶姐姐 你每一天都很漂亮啊 那如果我在我的額頭的地方 再加一個蝴蝶結 這樣子是不是就更漂亮了呢 蝴蝶結 我看一看喔 不要吧 你後面這個蝴蝶結 就已經很好看了 你再加一個在額頭 把你的臉都擋住了 這樣反而化蛇天族 多此一舉啦 是喔 好吧 那我就不加了 但是檸檬哥哥 什麼是化蛇天族啊 水晶姐姐 小朋友 我現在就跟你們說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叫做化蛇天族 相傳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家人呢 他們想要祭拜祖先 但是這個主人年事已高 意思就是他年紀很大了的意思 所以呢 他又找了三位好朋友 一起來幫他的忙 準備了好多好吃的食物 準備了好多好喝的酒 忙了一整天 終於順利結束了 於是這個主人 他就轉身過去 跟前來幫忙的三位好朋友說 今天啊 真的是非常謝謝三位前來幫忙 才可以讓呢 這個祭拜祖先的過程 是順順利利的結束了 我這邊沒有什麼可以謝謝你們的 不過 我又準備了我自己釀的美酒 這壺美酒 就送給你們三位好朋友啦 但是有三位客人 卻只有一壺美酒 這樣子要怎麼分啊 所以第一位客人 他就說了 哇 這個酒 甚至連瓶蓋都沒有打開來 我就已經聞到正正芳香 一定很好喝 但是 如果我的數學 沒有算錯的話 我一味 他一味 再加上他的隔壁又一味 三個人 一壺美酒 那 不就 一個人 只能喝一口而已嗎 不行不行 那可不行啊 第一位客人說完 第二位客人 也緊接著說了 對啊對啊 那可不行啊 這個美酒啊 我建議 應該要 一個人把它全部喝完 這樣才過癮 但是 要誰 誰 誰來把這個酒咕嚕咕嚕 全部喝光光啊 啊哈 對了 哇 想到一個好方法 既然啊 大家都這麼想要喝這一壺美酒 不如我們來一場比賽 贏的人 就可以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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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一壺酒全部喝光光 你們覺得這個方法怎麼樣啊 這個提好 好 就這麼辦 好 就這樣 於是呢 他們三位決定就是要來比賽 只要獲勝的人呢 就可以把這一壺美酒咕嚕咕嚕咕嚕 一個人喝光 他们经过了热烈的讨论 决定要用画蛇来比赛 看谁可以在最快的时间之内 把一条蛇栩栩如生地画出来 这个人就会是优胜者 就可以获得整壶美酒 没错 于是他们就各自捡起了地上的树枝 开始画蛇 第一位跟第二位客人 他们都太想要得到美酒了 于是他就很认真 很努力地一笔一画 画出心目中最漂亮的蛇来 反而第三位客人 咻咻咻一下子就画完了蛇 而且他的蛇还很漂亮 很生动呢 画蛇对我来说 真是太简单了 根本就难不倒我 这壶酒肯定就是我的了 不过这两个人 怎么画得这么慢啊 我这段时间要做什么好呢 不如我在我的蛇上面 加上手还有脚 这样子我的蛇不就更生动了吗 我真是太聪明了 说着说着 这第三位客人 他就真的一手拿着美酒 一脸胜券在握的样子 一边帮他的蛇画上了手 一根手指头 两根手指头 三根四根五根 手指头画完之后 正准备要画到脚的时候 第一个客人突然把他的美酒 抢过来 并且大声地说 嘿 看来这壶美酒是我的了 呀呼 怎么会是你的呢 你没有看到 明明我是第一个 画完这个蛇的吗 这位老兄啊 你先低头看看 你画的是什么吧 是蛇啊 哪是蛇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 蛇有长手跟脚的 你其实画的是蜥蜴吧 第一位客人 他就咕噜 咕噜 咕噜 啊 把这壶美酒啊 全部喝光了 剩下的 只剩下第三位客人 他一脸懊恼 还有一脸后悔的模样 这个故事就是 画蛇天主的由来 意思就是呢 我们做事情 刚刚好就好了 不要多此一举哦 嗯 没错 所以啊 水晶姐姐要来问问 看小朋友们 知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橘色衣服的人 他明明是 最先画好蛇的人 但是他最后 却没有得到美酒呢 因为他画脚 啊 因为他 对 因为他把蛇 加上了手跟脚 那请问 蛇有没有手跟脚呢 没有 没有 如果帮蛇 画上了手跟脚 那会变成什么啊 蜥蜴 对 如果他们当初比的是 画蜥蜴比赛 或许这个人 就可以得到冠军了 对 那今天的故事好不好听 好听 那下次再来听 哥哥姐姐说故事哦 拜拜 不论 不论 云有没有 没 人